蓝天 碧海 渔村 从香港西贡码头搭乘船只出海 不到半小时就能到达位于香港后花园西贡的隐秘岛屿 盐田子 作为19世纪香港的五大主要盐田之一 这个影视渔村曾因盐业兴盛得名 三百多年前 一对陈姓夫妇从深圳盐田渡海而来 在此啃荒拓地建立了盐田子村 盐田子之名既取自岛上的盐田 也为了纪念三百年前离开的故乡深圳盐田 盐田子中的子便带有怀念故乡之意 盐田子我们是怀念我们的故乡 是自己的故乡情 子是一种植物 是一种树木 这个香情的象征 所以我们是喜欢我们叫自己这个地方叫盐田子 早期这里的客家园居民以海盐作为主要贸易商品 涉田晒盐 依靠麦盐维持生计 岛上居民以晒盐 打鱼和种植稻米为生 全盛时期有四百多人居住 那么这个岛呢 资源非常之贫乏 因为耕地又少了 岛面积又小了 很可能他们看到这个小岛中间的地方是有一个海湾 如果海湾口因为很窄 起一条坡就可以储海水晒盐 他们下来广东的时候 都有一些造盐的经验 所以下来这条村 看到海湾可能看重了 于是就开展盐业的一个经济运作 一百年前 他们是在西贡这个区所产的盐 可以供应了整个西贡区 上世纪六十年代开始 村民们陆续离开 直到1998年最后一户人家迁出 这个面积不足一平方公里的渔村 彻底成为了一座无人居住的空岛 2010年起 村中原居民开始推动复兴计划 希望改变荒岛现状 盐天子坐落于西贡内海 西贡海被西贡半岛较西州及清水湾半岛所包围 生态地貌多元 自然景观独特 11月16日 以盐天子为轴心 穿连起桥嘴州 较西州及凉川湾等景点的 西贡海艺术节开幕 结合岛屿历史 文化 古迹 自然景观及艺术作品 让观众感受艺术和自然的疗愈力量 岛上设置的艺术作品将盐天子的历史与自然环境相结合 反映了客家小岛百年制言文化的传续流变 我们这个作品叫做《盐夏成梁》 其实是在盐田子的盐田旁边的作品 我们希望提起大家前人种树后人成梁这个想法 其实是想将前人去做盐的辛苦过程 其实可以用一个作品去放出来 所以在形态上你会看到一座座盐山紧扣在一起 而在紧扣盐山的中间 就会是一个可以给盐田的工作人员 以致村民他们可以一起休息一起聚会的一个地方 而同时间在这个结构上面 我们也都洒了一些盐水 其实只要是蒸发的过程之后 这些盐水就会结蒸 我们都希望可以带给大家一个又凉浸浸 又咸咸的一件作品 制盐需要提取海水 龙骨水车是传统的提水工具 艺术家陈家军的作品《流水龙骨》 重现了人力推动机械的概念 他用这个清型装置时发出的清脆创积分 象征了流水 让村落平天几分活力 以前曬盐叶其实它有一个老水的瓷 就会用这些龙骨水车 就将一个低的瓷糖的盐水 引去一些高的瓷糖 因为它的形状像龙的脊骨 所以就叫龙骨水车了 在我的作品里面 我就拿了它的名字 然后就将它龙的形态 那个异象做出来 就真的变成了一个 好像恐龙化石的形态 然后就加了一些机械元素 就是以前水车的元素 和一些声音的机械 去做了这件作品 近年来 在村民和义工的共同努力下 村中的盐田逐渐修复完成 如今 每年可生产约十吨海盐 质量达到国际食品安全要求 此后 这里还连年举办下盐工作坊 让民众体验置盐乐趣 历经时光流转 这座里岛客家村落 以自己的方式 记录和见证了盐业的文化变迁